马上带你关注雨巴战争的最新战况 以色列总理跟国防部长分别来到南北前线对着士兵喊话 表示就算战事漫长又困难也在所不惜 一定要见面哈马斯 以色列国防部长还说将会从加萨的内部往外看 这番话似乎暗示着加萨的地面战即将开始 另外一方面包括黎巴嫩、叙利亚跟伊朗 似乎都想对以色列发动攻势 满脸沉土的孩子一脸惊吓 以色列持续空袭加萨 根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导 一座希腊东正教教堂不幸被击中 造成在教堂中避难的大量加萨贫民伤亡 10月7号被哈马斯袭击而展开报复性反攻的以色列 始言歼灭哈马斯 即便拉长战事也在所不惜 以色列国防部长似乎在暗示地面进攻即将到来 而英美盟友的坚定支持和援助 也许就是以色列不怕打持久战的原因 美国持续提供各式军武弹药 在19号送达装甲车 还将提供拦截飞弹的铁虫防空系统 这场战事也已经扰动地缘局势 以色列与支持哈马斯的黎巴嫩真主党 每天都在以色列北部边境交火 美军拦截来自夜门的飞弹 似乎验证了伊朗领导人哈米尼几天前曾经发出的警告 表示如果以色列不停止空袭加萨 将没人能阻止 伊斯兰国家的反以色列抵抗轴心力量 其中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发难 有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旅 也承认在18号袭击美军基地 并且在19号宣布参战 另外还有叙利亚的民兵摩拳擦掌 以色列恐怕会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围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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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